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活在世界上难免要遇到很多挫折和失败 一般人的反应就是愿天有人 学了佛之后我们才会明白 混住我们身心的枷锁 是自己设下的陷阱 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设下的陷阱当中一头栽进去 并且并且一厢情愿的苦藏 悲伤的滋味 所以佛法让我们明白 人生必须学会变化 要懂得无常转化消极的这种能量 来防止自残善良的心理 所以每个人都说别人害了他自己 实际上就是自己在害自己 每天叫着要报仇 要报仇 痛苦没有对他有丝毫的减少 罪恶 罪恶 业障 也不会因为您 想要报仇 报冤 而因此减少 要学会心理常愧疚 任何的事情发生 都和我们心理心态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人磊弱坦荡 你将会走过悲宫屈膝 面对自己 抬不起头来 说明你的身心 受到了创伤 所以佛法讲 行则若带禅所 处则若观 自故 在你行动上 你就会 像带着 缠手一样 把你缠住了 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开 处则若观 自故 把自己关在 你的笼子里 那么最后就剩下你 腐败的灵魂 所以一个人痛苦之后 剩下的 就是痛苦的灵魂 所以要学会珍惜 善缘 哪怕是恶缘 也要懂得 这是让你理解 因果论 一件恶事发生了 你可以懂得 这是我上辈子 种的因 今世 鸡的果 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而现在的人 如果发现好的 觉得是应该的 发现不好的 觉得 那是不应该发生的 这就是 禅所 把自己缠住 所以当一件事情发生 它会非常痛苦 过不来 我们人 实际上 懂因果论之后 就明白了 现在 和未来 只是一个 连接点 我们现在 唯一的要做的 就是怎么样 做好现在 拥有未来 因为所有的过去 如阴暗 潮湿 如一切 乌云一样 都会过去 因为它只会给你带来 无量的 生死 轮回的 因 所以 执着于过去的人 他还未在人间轮回 我们人的思想和评委 被过去的夜阴感召 和报应 所以产生出来的 未来果 会产生的 一些 造果的因 而这些因 表面上看起来 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举个简单的例子 人家这么讲 我这么讲是对的 但是你没动脑筋的这么讲 你可能就错了 别人天天这么做的 你不动脑筋的这么做的 你可能就错了 所以 透过自身的观察 要把因果 看成 我们具体生活的依据 所以有智慧的人 害怕 因果 没有智慧的人 天天 行着因果 因果 来了 他看到了这个世界 一切的遭遇 脑海里会出现 不如理 不如法 不适合 现代社会的 那些念头 心灵 会被烦恼 所自控 你的真正的良心 得不到舒展和解脱 所以一个人要懂 因果 因为身体是我们的牢狱 因为身体需要 师啊 用啊 欲望啊 你就开始用掩耳 鼻舌声音 去追逐 去拥有它 但佛说过 这个世界一切 都是无常的 不能永久的 以为是我所拥有 你就会被捆绑起来 被捆绑起心灵的人 他不会得到内心 真正的自由自在 所以 佛福尔让我们面对生命的真相 更切身的 投入到真理的探索 积极的去寻找心灵 深处的解脱 首先 要改变自我 觉国人要常常的学会 进口 这个进 不是干净的进 是静止的进 进口 因为人一讲话 过去讲出口就是业 话讲出去像泼出去的水 收都收不回来 所以讲话快的人 他气动得厉害 所以一讲话气一动 你的心就稳固不了了 你的心就不会平衡了 你的心会执着于我下 而远离了 无我中的 无我中的认定 听别人讲 你会学到很多的心理的平静 自己多讲 自己多讲 心一动 心一动 念就住不了 所以很多人心念管不动 心一动 气就动 心不动 气不动 所以很多人生气 就是由心开始的 由气动开始的 最后一肚子气 然后嘴巴开始乱讲 所以禁住你的口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防住你的心 你才能心不动 心中的光明点 才会出现 大家知道什么叫 心中的光明点吗 就是善良点 慈悲点 所以你去看不讲话的人 大家都喜欢他 话语多 整天跟人家抢着话讲 你这个人 人家看见你 实际上都讨厌了 所以要学会自归一 自归一是什么呢 就是要学会看到 自己的过失 我今天 像不像菩萨 要看到自己过去的过失 要改正自己的现在 要环境自己的未来 所以你想未来 要把自己变得干净 你今天就要改正 你知道过去的过失 你今天改正了 你未来就干净了 所以常须下心 什么叫下心 也就是说 经常把自己放的第一点 多听别人讲 少固执 以低下的心 对别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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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的心 普行 公敬 普行公敬 你们去看一个人 公敬别人的人 这个人一定是先先君子 这个人一定是 非常有道德 有水准的 要普行公敬 要普行公敬 普遍的去行为自己的公敬心 即使戒性通达 你今天能够放下自己 你才能去公敬别人 你今天觉得自己很高傲 你不会放下自己 所以当一个人普行公敬的时候 你这个人基本上能见到自己一些本性 轰打你的社会上存在的意义 所以你去看很认真的人 永远会得到别人的尊敬 恭敬才能学佛 恭敬的人才能明心见性 心要让它长久在干净和宽广的气场当中 所以一个人不能长生气的呀 你的心放在干净的宽广的气场当中 这就叫修行 你们如果把心经常放在不干净的气场当中 就会生气 师父举个例子 今天人家讲句话了 你觉得它是在讽刺你 你就能把你这个心放在不干净的气场当中 如果你今天人家说句话了 你感觉像别人在讲一样 但是你自己觉得有着见识不是加冕 无所谓的 我本来就在学 我本来就在学 我不大叫学佛 我还要学做人 所以自己做错了 好好赶 这样的话 你就是在干净的气场当中修行 而且一切都会过去 所以人很痛苦的就是觉得 这件事情为什么过不去 实际上很多事情都会过去 学会有事尽心就好 如果这个人活在世界上碰到很多事情 你只要尽你的心去做 你就是对得起菩萨 菩萨都看得到 有事尽心就好 我本无心 我们人本来就应该无心的 有的心是什么 都是小心点 嫉妒心 忏忏心 忏忏心 忏忏忏心 所以 我本无心 何妨万物常绕心 就是你自己心 不挂在心中 你何妨 世界上万物 总是绕着你的心来走 所以你不要去挂心 不要给它有钩子 因为你的心 把这些世界上的名利 全部都挂上 所以你就放不下 所以学会用佛法的理念 去作为修行的方法 佛法的理念是什么 用欢喜心 用感恩心 用平等心 你才能放下满缘 守住自己的戒律 帮助自己 在不能自我控制的情况下 保持 深口意 清净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今天不开心了 你要学会让自己的心 变得开心 因为明天会改变 你今天 没有感恩心了 你要把自己 伸出感恩心 你有没有感觉到 别人对你很多的帮助 任何一个人 现在对你不好 你都要想到 他曾经对你好过 他曾经帮助过你 这就是一种感恩心 平等心 不要去看不起别人 也不要被别人看不起 就是平等心 平等心跟堕楼幸福一样 堕楼的人 他不努力 人家会看不起他 但是有平等心的人 他会觉得 每个人跟我一样 我跟每个人都一样 有平等心 感谢观看